第26集 劉超一早就口乾到不得了 拧開蓋子 喝了幾口後就問 你說 溶洞裡 我們遇到那些 像猴子 又不像猴子的白毛怪 到底是什麼 我為什麼覺得 那個首領 是穿著國民黨的衣服 還戴著青天白日頭盔 難道我眼花看錯了 你沒有眼花 我也看到 那些白毛怪身上 確實穿著當年國軍的裝束 林寧就說 你的意思就是說 當年來到迷谷之中的國民黨反動派 他們在這裡變成怪物 劉超說 都不是不可能的 香港 當年來到黑足溝的 是胡宗南的部隊 啊 那個 那個 那個大頭盔的白毛首領 不會就是號稱 西北網的胡宗南吧 怪不知以前的老百姓 都叫那些反動派做白狗 想不到那些人 真是會變成白狗 唐飛聽到這裡 他挖了劉超一眼 打算伸手就給他 但是一看 這個人還在受傷 於是就說 我頂你的肺 你可不可以不在這裡亂說 你哪隻肯見到 那個大鋼規的大白毛 是胡宗南 說話都不驚嚇我腦 當年來到這裡的 只不過是胡宗南下屬一支小部隊 人被胡宗南號稱西北網 六軍一級上將 黃埔是一其生 是老長最寵愛最重要的軍事將領 手握幾十萬重兵 他雖然曾經戰敗退守村地 但是1950年 西昌解放就去了台灣享福 又怎會跟幾個人 來到這個深山老林那裡躲起來 當年那幫 躲到來躲到的胡宗南所屬部隊 就算可以在這裡生存 這麼惡劣的自然環境 他們過的是原始的生活 就算變成那些白毛乖 你想想 有什麼可能不老不死 除非 劉超這個時候就問了 除非什麼 除非 當年來到這裡 那些國民黨反動派 在那裡繁衍生息 而且這些人 因為某些特殊的原因 而變成全身白毛 變成了性情凶猛的怪獸 而我們剛才看到那些 很有可能就是國軍的後代 繁衍後代 我沒聽說過 當年來到這裡的反動派 有女人 他們怎麼繁衍 突然間 林靈好像想起什麼 她就起唐薇說 又不一定 這麼多年來 在黑足偷失蹤的人當中 有很多都是女性 說不定 那些女人 就被他們老了回來 他們也不是什麼怪物 很可能是一種反祖現象 反祖呢 即是只有生物體 偶爾出現了 祖先的某些 性臟的一種遺傳現象 是一種 不太常見的生物退化 據我們所知 家養的雞、鴨、鵝 經過人類的長期順化培養 已經失去了飛行的能力 但是 在這些族群當中 有時候就會出現一隻 飛行能力特別強的 這就是由於 牠身上出現了反祖現象 令到牠的飛行能力得以恢復 另外 有些有腳的蛇 或者是 美其隔離 有小旗的海豚 都是動物反祖的現象例證 在人類 偶爾也會出現一些 有美的小孩 和全身都是毛的人 這些現象都表明 人的祖先 可能是有美、多毛的動物 所以反祖現象 是生物進化的一種證據 而這些國軍身上 就可能出現了這種反祖現象 但是這種現象很少出現的 大規模的反祖人聚在一起 更加是前所未見的 唐飛聽完他說的話 覺得分析得很有道理 以前看過這樣的報道 就說神龍甲附近 發現一個全身都是黑色毛的男人 二十多歲了 不過還未會說話 爸爸死得早 自小他就和媽媽相依為名 這個人看起來是傻傻傻傻的 不過就什麼都懂 還可以幫媽媽做事 只不過一日到刻 打大赤辣 在深山野林那裡亂地 經常被村裡的人笑 被小朋友欺負的 那時候 地處偏遠 老百姓又不知道什麼叫科學 見到那個小孩 長得像猴子一樣 那些人 都喜歡 將他作為茶餘飯後的談知 有人就說 這個小孩的媽媽 當年就入山砌柴 誰知道突然間 烏雲蜜布 山裡邊下起大雨 這個女人 就找個山洞躲在避雨 誰不知 遇到一個有兩米這麼高 全身都是黑毛的野人 那個野人 見到這個女人微青木羞 又白白正正 不像她以前見到那些野人 那樣全身是毛的 於是就悉心起了 將這個婦人打暈了 帶了回去做壓債夫人 那個婦人 就一直關在野人的巢月裡邊 有一次 野人出去找食物 這個婦人 見有機可乘 就自己跑下山 最後 才被那些村民救回 救回沒多久之後 就生了這個 全身都是毛的傻子 所以 這個小孩根本不是他爹親生的 而是他媽媽 和山裡邊的野人生的 還有人說 這個毛孩的爸爸 本來是身體不好的 但是這個小孩出生之後 他爸爸見到他全身都是黑毛 很醜怪 以為是個怪胎 當場就嚇到兩腳一身 就這樣拜拜 這些說法 就一傳十十傳八 村裡是幾乎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的 最後 那個婦人都不敢出門見人 但是又沒有法子 因為自己老公死得早 而那個毛孩呢 又生了一副這樣的樣子 被人看不起都沒有辦法 唯有啞仔吃黃年 有虎自己知道 後來 這件事搞到城裡邊的人都知道 居然還派了電視台的記者去村裡採訪 還用車把毛孩運到城裡邊的大醫院檢查 最後 專家才來闢謠 說毛孩就不是什麼野人的兒子 在他身上出現的是一種很罕見的反祖現象 唐飛說一口說 嗯 沒錯 林寧分析得對的 那些進來深谷裡的國軍 在這裡繁衍生息 可能是由於某種不知道什麼的原因 他們身上出現了極其罕見的反祖現象 而且他們的後代都變成這樣 林寧說 不知道什麼的原因 到底是什麼原因 會令到那麼多人產生反祖現象 現在所有事情我們都是想想的 都不知道是不是好像我們所想的 不過現在 我們最緊要就是要先出去 那他們現在呢 就好像被困在一個圓形地窖裡的老鼠一樣 四周圍都是青磚砌成的弧形場面 放在他們面前唯一的一條路 就是面前那條好窄黑媽媽的通道 他們唯有挺而走險 進去看看究竟是什麼情況 如果不是等到膽盡良絕 就要鑑沙餓死在這裡 三個人躲在牆邊休息夠了 就準備起床 順著那條通道進去看看 劉超雖然還帶著傷 但是部隊裡面長期鍛鍊 令到他的身體一向都很健碩 只不過剛才醒來的時候 失血有點過多 所以會有點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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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連這支電筒都照不到盡頭 三個人都覺得很奇怪 誰都猜不到 在這塊人跡刊至 獨從野獸橫行的死亡迷谷 竟然有一塊這樣的地下建築 而且還在融洞裡 看到剛才那個圓形的空間 和這條好像永遠看不到盡頭的通道 他們發現這個地底建築的規模應該都不小 也不知道是甚麼時候做的 以及用來做甚麼的 通道很長很矜 只有三個人都有一部聲 和心跳的噶噶噶噶的聲音 走在這裏 好像全世界只有他們三個一樣 劉超實在忍不住 好像死一樣的沉寂 他開聲問 喂 你們覺得 到底是甚麼人 是不是腦袋有問題 在山卡拉點的地方 弄這麼大的地供 這裏用來做甚麼 會不會 我們不打不撞 進了甚麼大人物的墓裡 這樣說不定 我們可以撻幾件東西出去賣 也不枉我們一場來到 唐飛現在都覺得 剩下他們三個人 走在這條通道裡的氣氛太過壓抑了 於是他說 你是不是看道墓小說看多了 這裏是黑足溝來的 空山惡水 又不是甚麼風水寶地 怎麼會有人 將自己埋在這裏呢 再說 若然真是個古墓 沒有啊 你都不可以鬥這裏的東西 你以為你是誰 你是陳志還是肥威 你是個兵來的 這裏裡面的東西 是黨和人民的 可以讓你隨便亂動嗎 劉超一聽到唐飛又這樣上綱上線 他心裡面就不爽了 他意氣爬眼說 哼 老唐 我講一下而已 講一下又不犯法 用不著開機關槍揹著我 我劉超 怎會不記得黨和人民對我的栽培 我想這裏真是個古墓的話 躺在這裏的人 一定是一個大人物 至少都是皇宮貴族 以前 肯定會欺壓我們這些貧苦老百姓 死了還搞這麼大的地工 你說我 將他壓榨百姓得回來的東西 交出去給黨和人民處理 難道我有錯了 劉超可能覺得自己胸口的傷口有點疼 他一邊說話 一邊就用手去摸自己的傷口 誰不知 這個通道 扎到只能夠被一個人通過 他一摸 手肘就困到右邊的牆 只聽到一連串的聲音 不知從哪裡傳來的 唐飛耳力是很好的 他一聽到這些聲音 就知道閉加火了 這些是機器轉動的聲音 看來 劉超是不小心碰到通道裡的機關 與此同時 唐飛就覺得 腳底的青石板浸了一下 心想閉加火了 那到底他們又會怎樣呢 我們留下期繼續講 第27集 劉超可能覺得自己胸口的傷口有點疼 他一邊說話 一邊就用手去摸自己的傷口 誰不知 這個通道 扎到只能夠被一個人通過 他一摸 手肘就困到右邊的牆 只聽到一連串 那些卡的聲音 不知從哪裡傳來的 唐飛耳力是很好的 他一聽到這些聲音 就知道閉加火了 這些是機器轉動的聲音 看來 劉超是不小心碰到通道裡的機關 與此同時 唐飛就覺得 腳底的青石板浸了一下 他急蹤生指 身體用力向下一沉 再跳起 抹開雙手雙腳 好像大字形一樣 撐著兩邊的牆 整個人掛在空中 同時間 他腳底的青石板 熟一聲 收到另外一塊石板下面 露出一個正方形的洞口 幸好唐飛反應夠快 他卡住在通道之中 抹低頭 看看身下的洞口 他都害怕 若然洞的底部 放著尖刀 或者什麼尖刺 搭了下去 肯定全身穿了洞 他說 劉超你搞什麼鬼 差點被你害死了 劉超說 唐大隊長 你身手敏捷是人都知道的 現在就沒事了 唐飛挖了他一眼 就不想繼續跟他聊下去了 他手腳用力一躍 跳到洞口的另外一邊 然後打開手電筒 照到洞裡 這個洞裡 就不是很深的 地面也沒有唐飛所想像到的尖刀尖刺 順著電筒光看下去 只見 動的角落竟竟然坐著一個人 一看到這裡 三個人當堂打了個冷枕 說他們嚇人也不至於 只不過這條通道 好像死一樣那麼直正 只有三個人的呼吸和腳步聲 他們以為 沒有可能再有其他人在通道裡 現在忽然間看到有個人 靠著長角坐在那裡 所以才覺得有點奇怪 他們認真一看 發現那個人 皮膚已經乾燥燥 眼窩熱到深陷 不知死了多久了 屍體被封在洞裡 未完全腐爛 只是脫水 成為一條乾絲 屍體乾膚便宜的手 還拿著一件四四方方的東西 看起來好像是日記簿 而旁邊 放著一個背囊 那本日記 應該對他來說很重要 他死了之後 還死死地把他拿在手裡 唐飛他們沒有想過 還有人會來到這個地底通道 三個人在上面交換了一下看法 然後他就放了一條繩在洞裡 把乾絲手中的日記簿拿過來 放在自己的背囊裡 然後唐飛又找了一下乾絲旁邊的背包 裡面除了一盞老式的礦燈 和幾個電池之外 就什麼有用的東西都沒有了 現在三個人 在這個不見天日的地底 都不知什麼時候才可以走出去 他們最缺乏的就是招名設備 幸好洞裡的空氣比較乾燥 而背包裡面的幾個電池 也還可以用 唐飛把老式礦燈拿在手裡研究 這種老式礦燈分為兩個部分 燈頭上面有一圈可以調節鬆緊的環 可以把整盞燈帶在頭上 還有一個掛在腰上的電池盒 用來裝電池 兩者用電線連起力 結構也非常簡單 但是很耐用 唐飛替他換了電 弄一下弄一下 他居然穿得到 他一開心 拉一拉繩子 叫劉超拉他上去 劉超看到他手裡的礦燈和電池 就說 莫非下面那位老前輩 是天派來幫我們 說完 他就拿了一盞礦燈過來 帶在自己頭頂裡試試 唐飛不想跟他吹水 他打著電筒 拿一本日記簿出來 想看看裡面有沒有什麼可以幫到他們的訊息 這本日記簿呢 封面和封底都是皮 裡面的紙雖然有點泛黃 但是內容保存還是非常完整 唐飛很快地看日記裡面的內容 他怎麼也想不到 日記裡面記錄著一個驚人的秘密 劉超和林寧 看到唐飛的表情陰情不定 就問他日記裡面到底寫了什麼 唐飛慢慢放下手裡的日記簿 跟他們說了日記簿當中記載著的一個秘密 唐飛說 裡面說 傳說當年 國民黨殘餘部隊 逃亡來到這裡 其實不是完全真實的 他們進來迷谷 不是為了逃亡 而是有明確目的 劉超說 目的 他們就是被我們黨和人民 打到沒有鞋玩劇走 進來這裡的嘛 來什麼山卡拉地方 還有什麼目的 林寧擺下手 示意劉超不要讚亂過病 等唐飛繼續說下去 唐飛說 他們進來這裡 是為了找寶藏 埋在這裡的 東特寶藏 那兩個人聽到東特這兩個字 都差點叫出來 他們是軍人 沒可能沒聽過東特 東特 就是東特決斯坦伊斯蘭運動 又叫做東特決斯坦伊斯蘭黨 是恐怖勢力當中 最具危害性的恐怖組織之一 他的宗旨是通過恐怖手段分裂中國 在新疆建立一個正教合得的所謂東特決斯坦伊斯蘭國 不過 1997年 艾山買合蘇木 和阿北都卡德爾亞府全 糾集了一群東特分子 建立東伊運 建立了之後 就在中國和中亞地區 實施了一系列的暴力恐怖活動 這個組織 已經在2002年9月11日 被聯合國認定為恐怖組織 劉昭和林寧實在想不明白 一個恐怖組織為何會來到這裏 還說收藏甚麼寶藏 唐飛繼續說 這裏講到的東特 不是我們所想到的恐怖組織 而是指古代的東特決漢國 他講到的東特決漢國是甚麼呢 據記載 特決原先是公元五世紀前後 生活在阿爾泰山地區 游牧民族的一個名稱 公元六世紀至八世紀中葉 特決族就逐漸進入我國北部草原 建立漢國 他鼎盛的時期 僵域非常之遼闊 勢力也很迅速擴展到整個蒙古高原 但是後來 就分裂變成東西兩個特決漢國 後來東特決被回鄂人所滅 而西特決就被唐朝所滅 之後東西特決漢國就相繼滅亡 他們的後裔也慢慢融入到其他民族當中 當然還有一些特決後裔 依然堅持著要復國這種理念 就引力在中亞各國之中 並且一直延續至今 其中有些極端的分子 就將中國的新疆稱為東特決斯坦 並且作了一些謊言出來 就說新疆其實是東特決人的家園 東裡面的干絲呢 原來是姓劉的 他是一個做過考古的教授 對特決漢國的歷史有很深入的研究 他日記當中說到 當時特決漢國雖然分裂成為東特和西特兩國 但是特決漢國鼎盛時期積累低的所有財富 幾乎都被東特吞平了 但是大漠之上財富不是一切 東特由於連連用兵蒸發苛寵 他們的內部矛盾也逐漸尖癒 受他們勞役的部隊 也不可以再忍受這麼繁重的人力物力調法 所以內內外外很多的部下都離心 兵力也逐漸弱 加上大唐的遺剿 最後竟然亡國於伴尼布洛回額之首 最後的時刻 東特亡國可漢 揭利可漢就落到密陵 叫人帶著奇珍義寶一路南下 找個地方藏起來 被東特的後裔用來復國 林陵就問 你的意思是說 那個傑利可漢派出密使 把寶藏藏在這裡 而且還建了一個這麼大的地下工程 劉超也覺得不妥 他說 這個特訣皇帝派人把寶藏藏藏在這裡 是很安全 但是黑足口出名是死亡谷 以後那些想復國特訣後裔 恐怕連入都進不來 而且地下宮殿 你看看 整個規模這麼大 肯定用了很多人力物力 那些人又是怎麼入黑足溝 來整這個地下工程 唐飛說 劉教授日記簿上是這麼寫的 但是已經過了一千幾百年了 事實到底是怎樣 恐怕只有東特訣國的當事人才知道 這本日記記載的 只不過是考古人員 研究分析得出來的 也未必是充分和真實的 嘩 如果是這樣 當年國民黨那幫人 就不是說打敗仗才來到這裡 而是他們 想找東特寶藏 唐飛握頭 他說 由日記入邊記載的訊息來看 當年 國民黨高層 不知道從哪裡知道了東特訣的秘密 這麼多年來 他們一直在找寶藏的宗跡 就在他們剛剛整理了頭緒出來的時候 就迎來解放軍的大舉進攻 三大戰役爆發之後 國民黨反動派 已經變成了名符其實的子老虎 他們兵力緊張 大部分的高級將領 開始陸續撤去台灣 已經沒有心機 再去分辨這些寶藏究竟是真還是假的 不過 當年負責收集 和找寶藏資料的軍統人員 對這派寶藏依然念念不忘 而且 他們也不甘心留下做炮灰 所以 集結了一些願意賣命的國軍 組成這樣死隊 繼續去找寶藏的下落 他們秘密地 將劉教授在內的三個 對特缺韓國有深入研究的考古教授 和職業探險者的家人控制著 威脅他們三個人幫自己做事 終於 他們就由一本古籍當中 找到一段有關東突秘聞的相關記載 這幫考古教授 說起來也挺奇怪的 日記上面寫 開始的時候 他們因為擔心家人的安危 所以被迫幫這幫人找寶藏 但是 考古人員是世界上好奇心最強的一幫人 沒多久 他們就日以繼夜 不眠不休地解密 去到最後 他們終於得到一條重要的訊息 就是說 寶藏被埋在陰界和人間的分隔地 那裡長年被妖武封鎖 魔鬼肆意橫行 危機四伏 不是人類可以去到的地方 加上寶藏 被加了突厥無私的詛咒 只有突厥後裔才可以破解 就算賊人找到 都只會被詛咒附身 成為寶藏的守護者 那是否因為這段詛咒 而導致劉教授他變了乾絲呢 我們留下期繼續說 第二十八集 唐飛說 他們秘密地 將劉教授在內的三個 對突厥韓國有深入研究的 考古教授和職業探險者的家人控制著 威脅他們三個人幫自己做事 終於 他們就從一本古籍當中 找到一段有關東突秘聞的相關記載 這班考古教授說起來也挺奇怪 日記上寫 開始的時候 他們因為擔心家人的安危 所以被迫幫這班人找寶藏 但是考古人員是世界上好奇心最強的一班人 沒多久 他們就日以繼夜 不眠不休地解密 去到最後 他們終於得到一條重要的訊息 就是寶藏被埋在陰界和人間的分隔地 那裡長年被妖武封鎖 魔鬼示意橫行 危機四伏 不是人類可以去到的地方 加上寶藏 被加了特缺無私的詛咒 只有特缺後裔才可以破解 就算賊人找到 都只會被詛咒附身 成為寶藏的守護者 這幾個教授當然以為 這段文字只不過是客下那些打寶藏主義的賊人 所以肯定有這麼誇張說這麼誇張 而軍統那班人 就一心想著寶藏 所以根本就不相信有什麼魔鬼、詛咒 反而怪這班教授 拿著一些亂作的東西來騙他們 當場就用槍指著他們幾個人 那些老婆子女的頭 幾個教授嚇到鼻孔都沒有肉 他們跪在地下又吵又吵 保證說一定會盡快找到有用的消息 終於這班人將目標 鎖定在黑足溝的一片 叫做陰陽界的地質溶洞下面 於是準備好人手和裝備 帶著包括劉教授在內的三個人 就秘密去到四川進入迷谷之中 去找寶藏的下落 唐飛說到這裡 他打開一本日記寶 又繼續在日記裡面的內容 日記那裡是這樣寫的 這班人歷盡奸險 幾乎一半的人在迷谷裡面都沒有了一條命 之後他們終於來到溶洞口 這班人總算是見過大風大浪 一眼就看得出 溶洞不是什麼好地方 但是寶藏就近在眼前 他們都管不了那麼多 於是就在洞口休息整頓 然後就打著照明設備入洞 說起來又奇怪 這個看上去好像很空險 號稱陰陽界限的溶洞 反而比外邊的叢林安全得多 飲死隊員在洞裡找了很久都沒有出現任何意外 只是溶洞裡全部都是倒吊的棕雨石 和地上有高高低低錯落有志的石筍 沒有發現一些埋寶藏的痕跡 他們心裡都很急 幾個人找了個地方休息 這個時候大家才發現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由他們腳底的溶洞積水裡 尼曼出一股武器 武器不斷地由地面升起 很快就去到所有人的腰那裡 這股武器很詭異 而且很濃稠的 完全化不開 只要人在裡面動一動 就會帶出一連串的軌跡 所有人都不敢大意 趕快從背囊那裡 拿了個防毒面具出來 帶在頭上邊 以防武器有毒 而這個時候 農墓已經瀰滿到整個溶洞 電筒和礦工燈 在墓裡幾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農墓來得太突然 帶著防毒面具的幾個人 都有些不知所措 他們躲在身邊的石筍那裡 四周圍地望 只見 在遠處的農墓當中 出現了一個個很小的船窩 而且越來越多 這些船窩 貼著地面打著轉 向感死隊員迫過來 情況非常詭異 雖然 敢死隊的隊員都不是食齋 但是他們一時之間都嚇到牛 領隊的心想 還有劉教授在身邊 又以為他們做考古的又是教授 見多識廣肯定知道些東西 於是就問他現在究竟是什麼情況 那些農墓裏面的微型船窩到底是什麼 知道的底細都做過準備 劉教授雖然在考古隊做了很久 但退休之後一直搞研究 膽子很小 他也不知道船窩到底是什麼 既然有人問 也不可以說不知道 如果說不知道就很沒面子 真的好嗎